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简单说13个例子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委员会 连一定也会哦 月上也要 当早都会 所以说每个委员会差不多13到15个期间 所以他们就要每一年 应该说每一年他们会选委员会 每一会期也重新选招位 所以我们的一个委员会是有两个招位 我们是双招位制度 这个世界上比较特别 所以通常啦 通常国民党民进党 因为他们现在还是一定的比例 都各自可能可以拿到一起 哪一个党比较多 有可能在某个委员会会有两期招位 招位的角色是什么 简单说就是排议案 所以很重要 比如说他现在双招位政党没提到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叫卫福部长过来 他就故意外拜这个会 他就都要来这个报告 有啊 看到讲外案的调告 要去陈时松因为两个人 可能都是企业生命嘛 但要穿 要穿这个 还要排案 比如说我们常常理荐云很多法案 现在第一会期 过去我们的观察 有第七 第八 第九 第九 第第一会期 就拿的法案 不好意思 在那边躺四年 对双招位都外拜案 你就没办法 那双招位要控制意识的过程 要怎么召开 每个人可以讲话多少 所以双招位的管理他不会说很大 当然虽然很大 但是我们党团还是有党团干部的运作 所以简单说是这样 刚才有说到 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 这抽签大栋没问题 大栋虽然抽签 他有自己的内规 他也不太抽签 他就说积分制 比如说你连任几届 区域更辛苦 比部份区的加分更多 你如果这个委员会 住得越久 你的积分越多 你就優先可以排序 所以那就是赤 这很正常的 另外一个部分 小党比较多 小党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现在 时代力量3席 民众党5席 有半个委员会 对 所以他们抽签 就要用去抽 看抽 如果大栋 还是其他小党 如果万一 他们可能可以做交换 所以坦白说 赤卫 还是委员会的交换 在过期都有 而且不一定用选举的 曾经在上一个会期里面 也有过中嘉宾委员 以前他做代理主席 他也是说 因为两党的票数差不多 他就说 不然你今年的宣传 直接就是鼓掌通过 所以我们怎么说 这都是内规 并没有明确规定 所以有人说 完完于民进党的委员 那以后再离让什么 这其实在过往来讲 这其实都比较属于内规 他们自己可以决定 其实正前就有了 但是这次是因为有 望楼这样买过来买过去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 政党政党内内 很多人觉得人气声量 代表一切 这是真的吗 其实当然 因为这个民 我们现在在说 网路世界 大家的选举最重要 当然是要有票 要有声量 要有讨论 最厉害的部分就是 做什么事情都没人讨论 所以现在大家觉得 有声音就是比没声音好 不管好到不好 当然 这开始可以博得 媒体的这些关注 但是我们都不记得一个事情 其实一个支持度 还有一个叫讨厌度 其实你在博声量的过程当中 如果不是正面的累积 只是被讨厌 他不是说我现在也可以在电台的 因为节目 像有马三资金 反正大家 但是马上就说 有一个来宾说的问题 三资金对第一分钟 抓了第五十幾分钟 是 我可能会上媒体的人 去做营用 要在网路讨论 但是人们对我们的好感度 所以我说这些政治人物 他要知道 他们总是要选票 所以你每次都要 建立在我们正面的声量 比较好 你如果用负面的部分 我觉得不太多 其实现在的媒体就是这样 大家都拼 声音比较大 有媒体就好了 有的人就没观察 你是好的名字 或坏的名字 因为有名字 就有选票 所以拼头经的时候 最后就是看你的 政府的好感度 这就是我们执行长所说的 所以你如何看民众党 因为周围的选举 他们是到国民党的理论 你觉得民众党 国民党是不是很主席 是合作的 当然每一个理论 里面合作的过程当中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属性 比如说我们 刚才说到的就是 我们党团里面的协训 很多议案都要透过党团 来做讨论 所以过去 我们第一个主要就是 五党籍的外围 比如高精数媒 最早挖亲民党 然后挖国民党 亲民党没有挖国民党 我们之前就是去讨论 设计立案的部分 趙正宇 他当初不动 以后也是挖去民进党团 不保证的运作 当然有的是比较特别 不一定 我们看到的 当然小党 我们也会看这个议题 他到底是一箱的议题 来做主要的这个选举 当然这次更明显的部分就是 时代力量 比较多的部分 是到的 有几个是民进党 当然民众党 就是到的国民党 所以你也知道 也许在某些议题上面 他们还是会回归到 也许比较倾向于他们价值的 还是说他们的这些基本贪 所以开始会看到一个重点 这部分开始就是 嗯 过去时代力量 内部的这些纷争 就是说到底我是不是小绿 但我很为难是说 有时候在一个大方向的 本土价值的部分 他不得不归队 这开始是可以来看 注意的事情 其实全世界政党都是这样 小党参与政党是竞争 所以这也是 很多都同样 其实重点是 这个协商的过程当中 他们有拿到什么问题 其实如果预言说到的重点 政治原本就是 去做一些讨论协商协调 比如说在这个 因为我们欧洲最明显 他们多党制 所以你如果要求我 让你的人数够多 可以阻隔 他当然会感到 他会说 我对什么议题 我特别重视 你如果要求我 这些什么事情 你怎么会把我支持 如果万一 我们就给你努力了 其实政党开始就是这样 在这种过程当中 我们来进步 所以这反省也是 给我们大家输客的部分 对 这是韦伯所说的 政治就是缓缓钉钉子 把它穿透木板的过程 所以政党里面有学生 有学生 这是必然的 但是现在 新的国会 已经两个星期 已经开始两个星期了 您刚才问 这次对这期的立位 有新的标准 来并逼说 算得更好 算得更好 其实我们 对立法他们的要求 当初刚才问 做评鉴这个部分 当然这是一个手段 他没说好跟不好的 要透过的评鉴 我们要说 很明显 很清楚 我们说到我们有极限 比如我说 我们评鉴一个极限 我们评鉴的是 某个委员会的优秀立委 某个委员会的优秀立委 就会出现一个状况 有很多委员 他就抽签 就抽到不是他擅长的委员会 他就一直跑别的委员会 我们不能说这样不行 只是说我们的评鉴 一个基准 就是在这个委员会的表现 所以有时候就会出现 有时候大家会觉得 他在那个地方表现之后 但是我们要是以自己委员会的评比 当然 共同盟也可以解释 未来有一个综合性的评比 但综合的困難是说 我们在西方 我们的民主政治 要说到 比较是属于委员会中心主义 比如说 这跟我们的首楼层 比如说 预言现在够这个节目 他就够够好 我们电台很爱听这个习惯 他每天就觉得 我也要给他 红衣的这个节目 我再去那个主播 我再去那个节目 当然很好 大家也很欢迎他 但是我们说到 你没有全心在你自己 当然我们说电台 这就是我们自己商业的 没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在立法医 你不记得 每一个委员会只有13到15位 随时都会讨论 会表决 你如果继续后 表格有可能你就输了 你自己的隔壁 还是民众给你 希望你做的事情 你就没办法来发生 当然我们觉得这样更不好 所以我们在评件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这个极限 但是我们已经评件 我们已经三个完整届期 现在评完第十届第一会期 所以公开 我们这个有25次的评件的这个经验 大概是目前过来 我们觉得这个 用这个评件的这个指标里面 还算是持平在做 所以大家如果有刑处 可以像我们公民监督国内 我们的网站 其实我们有很多评件资料 可以让大家来参考 对 其实以我来看 现在恒主席的立法医 已经做认真了 因为我开始走新闻 那个旧的老的时代 李伟都不是专门做李伟的 都是兼职的 自从公督们每年评件之后 立委压力真的很大 他们常常 每次到选举的时候我就看他拿出来 我是公督们评件的优秀的 他变成一个指标 大家到委员会的时间也就有很多 以前的立委也有那种 就是说他每天都在电视台 记家会很多 但是委员会开会 要台会开会时 他就比较不容易 他就回去找记载了 所以以前的人 比较不容易 他在主席里面说什么 到什么票 所以公督们这几年的评件 你觉得有应用吗 其实我们刚才预言说的最重要部分 其实有一个差别 就是说我们在13年的 评件过程当中 我们的立委 为兼职变专职 当然专职不代表专业 当然专职不代表专业 当然我们还要做多 民众社会 我们的电台节目 都会把这些 留意感动 我们的公共政策 我估计最均 我们其实也有在协助 地方的议会感动 我们台南有一个伙伴的团队 他们当时对台南 台湾市议会表现 也是做一些评件 我估计人 卸龙界先生 我们龙界兄 台湾市议会表现 台湾市议会表现 我们台湾市议会表现 他一直曝光 好像做很多事情 很多评论 当然他的评论有些人也很短 他有他的自己 不管是这个话术内容 也有一些很中肯的部分 他在这里 但是不好意思 在这个議員的表现 他就是没什么出席跟开会 所以给我们评委带观察 就是说表现 我们看到他的 他的吉他表现真好 但是在議員本身的表现 还要打拼 所以这就是 过去有什么 我们在做日本的感动 你一些看到台面上 好像常曝光的 他可能根本没在开会 当然很可笑 我们民选代表 因为民选的部分 都有一个特别的总控 就是每一个选择的人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继续连任 就只有这件事 没有别的事 当然我们觉得较不对 你欢迎来里面有这么多职权 当然应该认真来做 如果我们也有开会 最关心别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预算的部分 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两兆 两条 国营事业差不多五兆的预算 但立法院每年都在年底 只能审完两兆的预算 但是国营事业预算 都放在隔年才审 你可以想像 你如果是一个公司 你的公司的董事会 到年中间 才通过预算 中间通过的还算好 我们的资料统计 王金平在任的时候 102年的国营事业预算 到现在都没通过 太厉害了 哪有这件事 是 这个是我们的领导 所以你看你如果他没有认真来做事情 就团队预算这个问题 我们国家的问题就很大 是 我们的现主席 好问的是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执行长 张宏林 张执行长 他刚才说到很趣的地方議会 现主席也都在评鉴 到底这个调查结果是怎么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这些公告 谁再回来 欢迎大家的新闻 我是于燕 我们现在邀请的是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 公都盟的执行长 张宏林 张执行长 他刚才说到很多 里面的惯例等等 但是我很好奇 因为你们之前有做一个 2020全国地方议会的透明度调查 诶 这个结果是怎样的 上标显更好 因为地方议会有时候 每天也没什么报 地方的报纸也没什么下 所以参民怎么会知道 议会要做什么呢 你怎么看这次的结果 是我们是公都盟 我们国会感到的经验 我们就觉得应该要复制在地方议会 其实地方政治和中央政治是联动的关系 地方政治更好 中央就更好 地方政治如果不好 你就会出来 这些理由要做好事情也没办法 因为地方的力量会拉拔 所以我们觉得地方议会也要做回来感动 所以我们开始有一个开机 我们就开始合作地方议会感动 有的是原本就成立 我们跟他的结盟 有的是想要成立 我们就会慢慢培力和培训 所以现在有十几个团队 没有我们的关系都有 但是我们成立一个全国议会监督联盟 简称全都盟的团队 我们对日空13年 其实就开始做议会透明的调查 为什么因为你 你欢迎的经验 你如果没有透明 开会来的事情 让大家知道 你根本没有办法感动 所以我们对日空13年 还有1618 今年2020年 我们算是第四次议会透明的调查 过去的调查经谈 都没有透明 都没有转播 还有那个议事录 开会开了是一档了 两档了再公布 你不知道这公布 这算不错有公布 有的是都不公布 开会怎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觉得 这根本就让我们民众都不知道 还有的让我们妈 转播 但是转播了 没有随选 你是开会 大家是都在打拼 在做事 也没想过来关心 什么地方的议会 不好意思 也没有影片让你看 那当然 我们因为开机家会 在你要求很多次 之后 我们来感谢内政部 因为定法规内规 要求我们地方议会 从今年开始要做透明 所以我们就算是有这个法规 之后 我们来调查每个议会的表现 我们调查结果是 台当官跟我们的这个 我们说的是台南市 基本上这两个表现是比较好 比较不及格的部分 就是桃园市 屏东县跟南投县 三个议会 全面的部分 还不及格 就是说很多资料 都没有 我们要看这些 都没办法 你看这外面 就说我现在要你去 要来做观察 他说你不能录影 我为什么不能录影 你不能非常 有著作权 什么权的歌 肖像权 没有什么权 这都太阳 要开火 我也跟你说开什么火 你想我最不最爱知道 你今天开议 你这礼拜要开什么火 你欢迎最不一礼拜 跟拜六的公布 后一礼拜要开什么火 早晚的公布 你最不要开什么火 要让大家知道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个事情很重要 要解决 所以简单说 有什么做这个事情 就是让我们全国议会 透明 我们国家团队 民众 如果要知道 议会什么资料 就找到 不过以前 如果没有公布 就不会有 要求赞 这个事情发生 要求赞 就是要他们公布 要去考察 这个资料 大家查到 不知道 不再欢迎说 有议会 花了我们的钱出去 在这个心得报告下 要求赞 那有这种 所以 说到我们 其实我们生理 一定有一段时间 多久了 听说你要办 一个感恩餐会 是 2007年生理到现在 我们就是当初立委 减半后 开始生理来 感到网友越来越重要 所以我们就觉得 应该来感到网友 让网友的权力 不过度膨胀 有一句话 就没有正常的国会 正常的国会 正常的国会 正常的国家 因为我们国家预算法规 人事同意权 行政的监督 很多管理 其实都在网友上头 以前是以他自己 自甘为橡皮图章 不如说 正常的国家 很多好法的审议 比如说 选出好的司法院长 考试院长 监察院长 不管以后存费如何 这都是他的角色 甚至现在修宪 还是有人要自宪 有些启动的也是立法院 所以立法院的重要在这里 但是如果这些人都去做生理 都没有好法 为我们的国家 人心来问证 我感觉这就是 对我们来说 就是浪费 所以我们 因为这样生理 因为慢慢走 现在已经有13年了 每一年我们现在的编制预算 都差不多到900万左右 但是这不简单 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目标 就是最多 拜托我们听众朋友 我们观众朋友 让我们立委的额度就好 立委的额度就是 你们想到立委 一年额19万 我们还要40万 欠8到14的助力 还有8万块的加班 又经厉害 我们现在两个立委的 编制预算 都没有 其实比较辛苦 所以每天都有一个餐会 原本的七个月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改到10月11月 所以拜托大家 如果10月11月中 你如果觉得工作人员做得不错 欢迎大家可以来购买 我们的餐券给我们来支持 如果你没时间 没办法来 我们也欢迎你直接 可以跟我们观众 上期上期 还是单比捐款 对我们的帮助都很大 那相关的讯息 我们麻烦大家可以上网 搜寻公民监督 公民监督各联盟都可以 我是要打公民监督 国会联盟可以看到 是 都可以 是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那如果没有看参观 参观我们一张是2000元 好啦 其实主要大家看到这个部分 都知道这是收听 主要是我们感觉 知道在关心国会的朋友 大家如果我做会 大家做会要吃吃饭 我们今年很感谢 陈明璋 陈欣 晚一来 我们的陈欣 来做表演 公共电视有话好说 这个主持人陈欣聪也欢迎 但我们的主持人 另外请劳动服务 一些表演团体等等 我们都很感谢 我们办这个活动 他们知道了都可以给我们支持 所以我们现场 当然有我们的义卖品等等 大家觉得你行有余力 觉得我们做的事情 都可以给我们支持 明年哪有两个重要的专案之外 这个现场也没有看 那听众朋友也会给我们支持 还是说你听到 你万一来认购 我们一个单位也可以 我们总共明年有两个议题 就是一个是 我们公民评鉴立委部分 我们要做一个网站 做个介面做得好 让我们想看完立委的咨询 打分手的朋友 他可以更方便做事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觉得国会很重要 台湾总共我们正式立案 有七八万的非引力组织 但是他们对立法院有些 都不一定了解 所以我们现在在培训 NGO的国会联络人 的民间团体 国会联络人 国会联络概念就是 他们了解 立法院 他们老板要做游说做运作 因为有些费力可以来做 这是我们希望 每年两个重要的计划 所以我们总共总金额 希望目六十万 然后一个单位是两万块 嗯 我们希望找到三十个单位 当然你如果今天是公司 到年底你都要结案 本来有要做好事 不知道要观看 今天有听到 你也认养一个两个单位 我们都给你感谢 也可以有免税的凭证 是是 我们的准款单区都会 餐厅是多少 我们的这个金美新亮点 因为那些餐厅 这次也让我们很大 这个方便 这个方便厂地也比较大 我们在防疫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希望做好一些事情 所以大家如果万一 因为你金美捷运站 很快很方便 都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 也希望大家到内 收听 我们公都盟继续评见 选出好的立委 今天很感谢 公都盟的执行长 张执行长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 感谢执行长 谢谢道听打拼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正经的公告 继续再来